好,大家好,我是小英 那,如果你是还没有用PTT2的人 我这个影片教大家怎么样用PTT2哦 首先呢,你先到Google搜寻PCMAN 然后取得这个软体,PCMAN这个软体 然后下载它 PCMAN这个软体是PTT2这些的工具 那,它有PCMAN Lite跟PCMAN Combo Combo是可以浏览网页跟BBS的 那,PCMAN Lite只能看BBS 我建议大家下载PCMAN Lite 那,你下载一下安装之后 你会看到这个黑黑一片的东西 在位置这里输入Telnet Telnet冒号 然后两条斜线 然后PTT2.cc 按enter 接下来你就会连到PTT2的 那个登录的画面 好,然后如果你还没有账号的话 在这里输入New 组测一个新的账号 这里按右就可以到下一页 然后一直要把它看完 好,点一下 在这里选yes,按Y 接下来 这个选Y或N都可以 好,接下来这里输入你的账号 输入你要申请的账号 然后输入你的密码 然后它会再叫你确认一次密码 好,然后输入你的昵称 比如说输入小英 真实姓名这边就要具实输入 联络地址 联络地址 然后生日 那我输入就是巨石输入我的生日 那大家要记得我的生日 到时候要记得要送我的礼物 好这样子就进来了 那接下来你要填那个注册申请单 这个会要你确认你的email电子邮件信箱 先把你的资料填一填 是住在台湾这个OK服务单位 就填你现在的细集 好住址 联络电话可以填email 好手机号码 那也可以不填 因为前面已经填填进去了 生日 正确 接下来要输入店子有件信箱 好 接下来就OK了 我再出去一起看看 他不让我输入 好 除了输入成功的email 好尽量输入学校的比较好 然后另外你也可以输入 X 那他就会花几天的时间 帮你审核注册资料 这里输入X OK那我进来了 好 接下来进来之后到我的最爱这边 这里会有一些看板 然后按N就可以新增一个看板 按A 按A就可以新增一个看板 然后我们的版是torypf15 打toypf15 就进来了 进来之后 进来之后 你会看到密密码的东西 这是每个人po的文章 其中这个是po文章作者的帐号ID 那这边是他的主旨 然后比较重要的是这个ID对照表 到这边 这里面就有每个人的ID 那 你是新的用户 记得到这里 回复这个ID对照表 做法是这样 在这个地方呢 按R 錯錯了 按Y 好吧 你现在还不能po文 因为我还没有认证成功 那 这个教学先到此告一段落 你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这个版了 那 接下来等你认证成功 就看另外一个教学吧 我就不过 我不要 这样 有